大家好 我是Alfred 今天來到觀塘拍攝這間亞紅小吃 這間餐廳非常有名 他們原子在北角曾經連續五年 拿到米芝蓮一星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今天的水準是怎樣 這間餐廳當然有很多不同的粵菜菜式 但是他們其中比較有名的就是他們的一些潮州 一些比較打冷的食材 但他們又不是完全是一間潮州菜或者打冷 就是兩樣東西都有一點 今天的麗湯就是番茄薯仔煲西斯骨 這個麗湯是16元一碗 一碗應該是很大碗的 但是今天他們看到我們是兩個人 他們就說我幫你分兩個碗 所以就畢了兩碗這個尺寸出來 這個就這樣看顏色就知道它那個薯仔的份量是相當多的 因為那個顏色已經是不是很透明的那種 即是煲得都很稠身 看到有些薯仔都融化了那種 這個味道非常之自然 我喝這些麗湯最重要就是你不要過分地先甜 合理地先甜就可以了 那今天這個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很合理、很自然 這個好吃的 就是阿Kid的家裏就是潮州人 所以其實我們是經常都會吃到潮州菜 阿Kid自己在家裏 都會買滷水料去自己做那個滷水去滷一些食物 潮山的滷水是比較著重要那個滷水 要有一種金香的味道在這裏 就不是那種說要做到很大鹹或者大甜 比較是保留食材自己本身的味道 比較清香一些的 不會太過蓋過食材的味道 那滷水料來講一般常見的就有十樣八樣 例如最典型的就是那些花椒八角貴皮 那樣 但是其實每一個師傅或者每一間餐廳 他們會用滷水料的配搭都不一樣的 可能有些就會多了一兩種有些就會少一兩種 而且他們下的比例也都會不一樣 那就造成了每一間餐廳的滷水的味道 是會有個分別在這裏 也都有它的特色在這裏 早前去過元朗某一間非常之出名 然後每次去都大排長龍 一間專賣滷味的店鋪 就去買了他們的外賣 然後那間店鋪的滷水 就是一個我稱之為死鹹的滷水 是完全沒有香味 沒有所謂的滷水料 就是那些藥材的味道 光是死鹹 那它就因為比例上 就是滷水料很少 然後它就加很多醬油 然後再加上可能是冰糖 其實那間店的冰糖也不是很多的 所以整個滷水味就會變成一個死鹹 那看看今天這裏的滷水料是怎樣 那我們試一試鵝片 先說滷水 今天這裏的滷水料的藥材味是非常之明顯的 很清晰吃到一個很香 很濃郁 很醇厚的一個藥材味在那裏 所以今天這裏的滷水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我就是 喜歡那種藥材的甘香味 你慢慢吃 直接覺得那個滷水是有少少回甘的 吃我其實都很講季節的 現在話就說就來中秋了 但是大家知道現在那些天氣很熱的 那熱天呢 其實那些鵝就會比較瘦少少的 那吃鵝呢 其實我就很怕那些肉 就是太瘦 或者太老的 就是它是有一點脂肪 肥肥的 那吃下去呢 才有一種就是油香 那肉呢 通常就會鬆一點點 那夏天來講呢 雖然就說 即是理論上的季節就沒有那麼適合 那其實夏天呢 都有一些地方有時候 入些鵝呢 都是肉質是挺不錯的 但是今天這個鵝呢 我自己就覺得是瘦了少少 那還有它那個鵝味呢 就有 但是也都不算說突出那種 那所以今天這一碟滷水鵝片呢 我自己就很喜歡它那個滷水的味道 但是它那個鵝肉 即是食材方面呢 我就覺得是剛剛合格 整天跟著我去食材 是時候做運動Keep Fit啦 這部機有220磅電子阻力 可以做到過百種動作 肩膀胸背手臂腿都練到 有專人教學和實事教練影片 做做下不夠力 部機還會自動幫你減磅 說到最大賣點就當然是省位啦 這部Spedience可以在FitBox買到 用我的優惠碼還有折 詳情看回下面info box 好了 接著就吃一樣我很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滷水鵝肝 這個呢 又是我們內不久都會買來吃一下的 在香港呢 坦白說呢 我就甚少吃過好吃的滷水鵝肝 因為香港買到的滷水鵝肝 很多時候吃下去都是非常之硬 那鵝肝如果好吃的狀態 就應該是比較粉嫩的 那要做到這個效果 當然就要有兩樣東西都要注意到 第一就是那個食材本身 就是你要選一些粉肝 那第二就是 當然就是那個烹煮的過程 那香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傾向有個問題 就是比較容易把那些東西overcook 那今天這個滷水鵝肝呢 就這樣看外觀就非常之對版的 你看到比較水嫩的 你看到 好了 試一試 這個滷水鵝肝呢 應該是旁有地 你可以在香港吃到一個很粉嫩的一個滷水鵝肝 它那個滷水鵝肝那個滷水汁呢 不是百分之百跟它鵝片那個滷水汁一樣的 它這個呢 當然那個底是一樣的 但是呢 它加了少少花雕下去的 那你吃那個鵝肝的時候呢 明顯地會吃到酒香味 那就令到整個鵝肝呢 那個味道的層次感呢 是更加豐富的 這個鵝肝我是挺喜歡的 那接著呢 我就叫了一條凍烏頭 那原本都打算整條都是就這樣 就是凍烏頭那樣吃 那但是店員呢 就推介說其實可以做兩吃的 那所以除了 那現在我手上有一個 已經起了肉很大條的凍烏頭之外呢 那我們呢 另外做了一份呢 就是椒鹽的 那你見到呢 頭尾和皮呢 就起了出來 就做了一個椒鹽的 那我就先吃了一個炸東西 哇 好帥仔耶 起了一個皮出來 然後炸了 嗯 你見到呢 其實它不只是皮 因為凍烏頭 原本都會貼著少少少那些 邊的皮位那些骨 那這一塊 就是炸魚皮 就是成舊那樣的連皮連骨 炸到通透了 所以它有一個厚度 還有它是有魚味的 這個呢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說 我平時吃 就是粉麵那種呢 就是吃那些炸魚皮 我就不吃炸魚皮 要吃炸魚骨的嘛 那我就很喜歡去九龍勝 買這個炸魚骨吃的嘛 它這個呢 有一種就是異曲同工之妙 還有呢 大家就算看外觀都看到的 它不肥的 碟底沒有油 那個魚皮本身 你看到的呢 它都不會很亮身的 很乾爽的 因為吃炸魚皮 其實有時候是很矛盾的 如果你要做到它 真的很脆很鬆化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很薄的魚皮 但是那些很薄的魚皮 本身就不會有魚味 但是呢 如果是那種厚身少少的魚皮 很多時候你吃下去 它就會比較硬少少 那要用牙力去咬 今天這個呢 就是做到它可以有厚度 但是呢 它又不硬是很鬆化 所以它這個呢 可以說是 就是兩個優點 都集於一身的一個炸魚皮 來的 那接著呢 我們就吃下這個 起了肉的凍烏頭 那這些都是打冷 經常會吃的東西 那跟大家說說它的醬料 這裡有兩盒的 一盒就是有些 加了些蔥的一個醬油 這個沒什麼特別 不說了 講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普寧豆醬 那普寧豆醬呢 顧名思義就是 就是普寧這個地方做的豆醬 那其實呢 它就是一個 即是黃豆 經過發酵 製成的一個醬料 其實普寧豆醬 都可以分成兩個不同的種類 那你看到這一種呢 顏色比較偏黃一點點 而且呢 是比較有光澤感的 這一種普寧豆醬 就可以稱為是新派的了 那當然新派其實都是很有歷史 那如果是另一種呢 即是可能顏色偏紅一點 暗沉一點 那那種就是古法 那那些其實現在就很少見了 即是現在呢 你吃到的 即是九成九都是這一種 黃黃底色的普寧豆醬 那普寧豆醬呢 如果你在潮汕的話呢 其實它們就會用來 配搭很多不同種類的食材都可以 還有呢 可以配搭很多不同的烹調方法都可以 即是它們會下鍋拿來煮菜 那如果在香港吃的話呢 就算你去潮州菜館呢 都比較少見到一些菜式是直接會用 即是普寧豆醬去做味 是比較少一點的 多數都是好像這樣 用一個碟仔或者碟仔 裝起一點點 那用來做一個調味料 自己拿來點一下 那這個是香港最常見的食法 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試一下烏頭 那烏頭呢 看外觀也是很帥仔的 嗯 凍烏頭這件事呢 可以說是厚鐵從小吃到大的東西 即是很經常重複loop的一個菜式 因為家裡她媽媽會經常都做這件事 平時我媽媽在家製凍烏頭呢 她最喜歡就是吃這件東西 這個呢 在潮汁話就叫做荷酥 今天那個烏頭呢 都是屬於正常那種好味 其實這個烏頭也不算太過複雜的 通常魚好吃就好吃 那跟大家說一聲呢 如果是兩個人來這裡吃東西 剛才我點的那幾樣東西呢 其實已經是飽到過濃了 即夠有特的了 那但是呢 拍片的關係呢 都想內容更豐富一點 所以呢 我們再點多一件東西 其實這裡都有很多招牌菜的 那我相信我現在點完這幾樣東西之後呢 都還會有很多觀眾可能會留言 其實這裡哪樣東西很出名 我們都沒有吃 那但是呢 我們都盡了能力 點多一個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菜式的名字呢 非常之有堅密的 因為呢 它這個招麵呢 它的名字叫做菜蘭招麵 那為什麼會叫菜蘭招麵呢 其實這間店本來也有一個招牌招麵的 但是據聞呢 就是菜蘭來這裡吃完招麵之後呢 就跟老闆聊過天 把自己的意見呢 就告訴老闆 因應它的口味呢 就做了一個呢 就是適合蔡生胃口的招麵 那這個菜蘭招麵到底是有些什麼呢 那其實最主膽呢 就是它有豬油啦 一定要有啦 那然後呢 就是有豬油 那然後上面呢 就看到有些是薑絲 蔥絲 還有是京蔥絲 差點漏了 那吃得招麵一定要跟回一碗湯 那這個就是一個火腿熔的上湯 那我也隨便試一試湯先 火腿熔就不是泰國的 那就是正正常常的一個 就是吃招麵的上湯 那樣啦 那吃招麵呢 最重要呢 就看一下碟底 有沒有水 那你看到它沒有的 就是沒有水被出來的 那麵是很乾身 好 大大煮 那吃下去是我覺得是平淡一點的 其實它呢 現在就很靠它上面那些 那些薑蔥絲 那要拌勻了 那些薑蔥絲 那吃下去呢 整個麵才有些層次感的 而且它這個麵呢 始終因為拌了少少豬油 吞了一口麵之後呢 口腔殘留的感覺呢 是比較油膩的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就努力吃了一碗麵了 那今餐就很飽了 提到一次啦 即是我們其實叫多了東西 正常兩個人過來吃的話呢 那個人均消費呢 就會給我們轉頭 然後賣單的價錢是便宜的 那跟大家說一聲呢 我們接下來 有碗碗碗呢 會慢慢 即是全面恢復啦 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